第八题 请问宣伦在12秒末的顺时速率约等于多少 我们国中的数学程度是不会算顺时的 我们只会算平均 但如果我们是等速度运动的话 那么我们的平均速度就会等于我们的顺时速度 平均速率就会等于我们的顺时速率 同时如果我们做的是等速度运动的话 那么平均速度的大小就是我们平均速率的大小 那么顺时速度的大小就是我们顺时速率的大小 我们看到我们的12秒是在这条线上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等速度运动 所以我们只要算出10到16秒的平均速度 就会等于我们任何一个时刻的顺时速度 那么它的大小就是我的顺时速率 那我们晓得平均速度的计算方法是 花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大的位移 我们10秒的时候是在30 我们16秒的时候是在0 所以我们花了6秒钟走了-30也就是-5 那么这个负号代表是方向 表示我们朝反方向走 问大小问速率的时候是不用管负号的 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 请问轩轮在12秒末的顺时速率约等于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租每秒5.0公尺 明镜与公尺